叮叮叮叮的声发 对 那个叫做连续的终身 连续的终身就是它的主警告灯亮了 必须马上做处置 那个才是最严重的状况 最严重 那部分是 其实非常会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 是没有做这番的一个说明 没有说明 也或许现场记者也没有进一步的询问 所以这方面的讯息是没有被拿出来 做说明跟讨论的 好 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 维修恐怕也是富航要来负的责任之一了 所以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状况 三分多钟大概203秒 起飞到失事就这样子 那这个事情发生 一定要把结论 特别是真相要搞清楚 我们非常谢谢张机师 这方面帮我们所做的说明 那大家可能这个周末都在猜测 为什么这么专业的机师 而且呢 虽然是坐在副驾驶桌的刘志中 他也是正机师 当年的这个 应该讲去年没有很久 去年这架G-135的飞机 就是他从法国 把他给开回台湾的 只是在飞行过程当中 出现了trouble 于是在澳门在哪里 停了下来又换了机器 才让他回到台湾 他是不是最熟悉 G-135这一家班机呢 如果最熟悉他的话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我们现在交入 同行列的黄敬平 来敬平我们就来看到 我们刚刚说到了 刚刚机师有讲了 原厂有没有瑕疵 再来一个就是 维修是不是有问题 那维修的问题 像富航 你必须负起责任 当然还有机师 你有没有疲劳驾驶 也都是富航的管理问题 是 其实我先回来 刚刚志炎姐提到 为什么飞行委员会 还有包括民航局 你现在大动作 几乎甚至要 利用航空的机师 去重测 这个富航的机师 两个本来是 曾经是竞争对手 是对头 所以才会让 大家外界产生疑虑说 你们是不是怀疑 机师有问题 但是就这个层面来讲 我觉得富航机师的 能力不足 一直是这次 这个问题发生之后 业界一直存在 存在一个很大的疑虑 还有这个现象 那机师我相信 廖建宗跟这个 这个刘志忠 两位都是政机师 姑且不论他们的 这个飞行经验 还有包括他们 在操作航空仪器的 这个下舷习惯 其实我认为说 在整个这两天 大家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防呆程序 几个机师讨论的 这个关掉一号引擎 然后二号引擎发生 它还是有问题 等等 是不是受到这个 仪器的误导 你不要忽略到机械层面 因为刚刚其实 那个张大哥张提斯 他也偏重在这个 这个机器的方面 这也有问题 因为富航不是没有 在地勤方面的 这个机器线路 或者是零件装反 装错了 然后有发生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拿这次事件来说 民航局跟飞行委员 他也曾经指出 2002年9月的时候 当时富航也是一架 ETR机型的飞机 也是一个发生 那个引擎火警 然后顺利经过 跟塔台联系之后 按照飞行程序 然后顺利又返回 平安降落 发现后来那个引擎 原来它是这个 这个地勤的这个人员 他把这个机械零件 装反了 装反了之后 那个油路过不去 反而起火了 所以地勤也是有 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在发生的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机师 当然虽然富航曾经说 我们当时在起飞之前 所谓的这个飞行 飞行登录表 都显示引擎无意状 没有问题 然后机师都签名 怎么样 这是富汽航公 他们公司的说法 可是大家还是在怀疑说 因为机师在起飞之前 可能会跟这个 你的地勤人员 机师做一个讨论 好 张上机师也知道 如果你一切的东西 写在了这个飞行登录表上 你是不是就没有转还 你就不能飞咯 你甚至可能因为 这样子招民航局罚钱 所以我觉得 零件方面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整个凸显 富汽航公司的这个 飞行的纪律 还有内部的管理 都有一些缓解工程 都会缓缓向后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 这个一二号引擎 因为这次 它本来是我姑且说是 本来这个飞机 它两个一号二号引擎 那去年四月 接机回来之后呢 它其实中停到澳门 它的一号引擎 因为这个油路漏油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 中停到澳门 就整个重新从加拿大 原厂PWC换过来 所以换来这个是全新的 其实全新用到现在 使用其实不到九个月 那照理说二号引擎 它就没问题 所以一号引擎 用了八百多个小时 二号引擎用了 一千两百多个小时 可是这次出事的是 二号引擎 然后后来因为结果 结论调查这次说 一号引擎也被关了 那显示 除了一号引擎 是不是其他零件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虽然刚刚张经事 有跟大家讲说 各个航空公司 跟飞机零件制造商 他们在出产飞机的时候 这是何等的大事 会影响到国家的 航空经济弥漫 因为如果出一个状况的话 你一直掉下来的话 谁敢跟你买飞机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说 这一家ATR飞机的 法国制造商 他们在过去 ATR飞机一路在市场上 因为过去的航空市场 还没有 现在因为燃油市场 油价不断的上涨的关系 他们几乎面临倒闭的状况 后来因为这一种 ATR飞机型的飞机 它是比较省油 甚至这个ATR72600星 它几乎又是加大 它的油箱也加大 所以它特别的在省油这方面 达到目前某些 这个国际商用市场 航空市场这个商务需求 所以ATR的这个机型的飞机制造商 几乎又起始回升 那可是因为在这样的赶工 面临这个赶工交货 因为交货赶工 如果你delay的话 一定会被延迟罚款 所以在这个法国 它的原厂的这个制造商 以及这个加拿大 和BWC的制造商 他们也曾经把这一架 出世的班机 延迟交货了四个多月 那我们也不要说 四个多月的延迟 delay了是不是交货 它后面产生什么问题 但是你从这个一号机 跟二号机又陆续产生 不到九个月的时间产生 你就可以合理怀疑 当时功能在赶工的过程当时 或是不是因为疲惫 它线路可能装错了 然后这些东西 在当时澳门那个时候 中庭换了一号引擎的时候 它没有全部一个一个关掉 它是全部关掉之后 然后再重新 然后做一个试飞测试 OK 它就觉得说 可以再重新飞没问题 可是飞行 它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仪器 你有没有一个引擎关掉 或其中一个引擎关掉 或关掉哪一个部分零件 你试试看可不可以 没有这样整个测试过 也让这个飞机在飞行的时候 它以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发生 所以当大家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甚至合理怀疑 机师有没有受到这个飞行仪器 因为它这个 已经凉气过去的传统电子 这个航电仪器 它是这种易经显示的 有没有可能受到这个 它的引擎 因为你关掉一号机之后 二号的这个火警出来out 会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关错了 这也有可能 是 好 我们说这个 谢谢靳平 这个电子仪器的东西 其实我们说很难保证 它百分百就好 但是刚刚靳平为大家点到了 这个飞机交延迟交了四个月 而且在澳门做最后测试 设施双引擎一起动 没事 你有没有做过单引擎 各自动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好 这个记录应该通常是给掉出来的 所以今天它是不是先天就不良 那么如果在仪表板上也出问题 叫这个一旦真正像这样 亿万分之一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机师如何去做判断 所以刚刚讲到说 现在呢 让美航局要求71名机师分别去进行考训 大家听来觉得是机师的问题吗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希望这些机师们不要再出任何的差错 因为不容许再出任何的差错 最后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加严格的训练 或再训练 让这个问题风险降到最低呢 因为我们知道张医师我们聊过 其实复兴航空给这个机师们的考核 相对于你以前待过的长荣 是都要宽松吗 呃 就是说国内线这种螺旋桨飞机的飞行员 基本上他们的每一年的年度会去一年只有一次 是 说实在蛮可怜的 国内线一年一次而已 像我们非国际线的话 每三个月就要考核一次 三个月进模拟机考核 因为你发动机 发动机 液压系 电气系 每一样还有坐舱试压这样程序 像这种引擎 一个不见了 两个不见了 是不是都要练习 都要练习 都要练习 都要考试 你一年才做一次 说实在 你每个人不是天才 都早早都忘记 一年做一次是嫌少了一点 是嫌少了一点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差不多 最少了半年要做一次 是 那今天也出现这样的讯息了 在台湾我们的商用飞机的报考 飞行时数就要250小时就可以去考 但在国外 至少在美国 可要1500小时 这个我们的认定数太宽松 这是民航法规的规定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 整个民航界飞行员食物链 一个不均衡的原因 为什么呢 你看在美国 它小飞机 中飞机 大飞机 它是很完整的上来的 你一个飞行员 你刚从飞行学校毕业 250小时 你是小飞机再大一点 再中一点 螺旋桨 ATR 然后737 Airbus 这样一直上去 很完整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但是我们台湾小 台湾小的话 你250小时啪一下 接着就是波音747广体客机 直接上 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不行 开大车了 这样子可以 新加坡也是这样 它训练很好啊 但是你航空是要砸钱 你要投资 你要花钱 你不要舍不得花钱 你舍不得花钱的话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也舍不得 这样子不行 干脆去卖槟榔算了 等于真理是说 这个小时是一个 是一个 可参考的一个数字 但不代表一定要多 才能考得好 才能有好的表现 但是机时的培训 现在不到一年 就可以上场去开飞机 是事实吗 现在的状况 不好意思再说一遍 这个机师培训不到一年 本来两年半才能正式上场 现在呢 这个它有点浓缩了 因为它基本上是两年半 两年半是最少的 包括你在地面学科 还有基础的飞行训练 双发动机的 以及你要考市场执照 一系飞行执照 还有这个双发动机 还有检定执照 还有包括你的这个 集机程序 有市场执照都要及格 当然是可以补考了 补考的话成绩就很难看了 再来你要考民航公司的话 肯定有记录 是 但是你要浓缩的话 你要浓缩了可以 但是你要到了航空公司之后 你要花大钱 再去给它培养 模拟机要增加时速 是 不能说这样子就上场 不行 所以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民航法规的规定 还有包括机师的训练 还有它应该什么样基础之上 才能真正的独自操作 去当机师飞上天 这恐怕我们的法规 恐怕各家航空公司 在这里通通是关关 都要锁得紧 才不会让这样的意外 再度的发生 当然这样的不幸意外 答案还要持续的寻找 还有呢 还有三具的遗体 没找到现场的人员 也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那么行政院已经宣布 明天头期 政府机关都要降半期 以示哀悼 我们先休息片刻 待会回来 再来继续讨论